Hello 大家好 我是Candle Android的小強 今天終於要講Nova Launcher的設定 Part2 為什麼要等這麼久呢? 其實做一些教學的影片真的要做很久 因為又要計劃 又要看說什麼 所以不好意思 好 那就先去設定 上個影片就講了上面那兩個 如果有什麼不明白 回到連結自己看看 或者留言 我會有時間解答你的問題 今天就要講Dock Dock就是下面的按鈕 Enable Dock就是下面的按鈕 下面的按鈕是什麼呢? 就是這裡的按鈕 這個就是Dock 其實它可以讓你設定有幾個項項的Dock 我現在設定了三個項項 之後呢 Dock 按鈕就是讓你設定 Dock裡面有幾個按鈕 就是下一個這樣 這些是很簡單的 之後呢 Wave Margin呢 我通常Dock是旁邊的空位而已 而且Heat也是Dock Dock是Medium 不用那麼高 就是這樣 好啦 出回到這裡 哇 其實Dock 就是我統一 الأ銜 一單 兩單 三個材這樣 之後呢 有六個按鈕 1 2 3 4 5 6 就是這樣 這裡呢 Show Scroll Indicator 還有Divider 之後還上Infinite Scroll 這樣呢 按這個 一顆 好 出回到這裡 這個就是它說的indicator 黑色這個 這個就是indicator Divider就是它分開上面的apps和下面 這裡有這條線 這個就是Divider 剛才Infinance Scroll就是這樣 像之前一樣 上面你可以一直推 一個循環這樣分回頭 到最後這個overlay 如果你拼了它 例如你有一些大的Widget 它就會在這個上面 即是在Dock上面 這樣Block了它 好了 講完Dock了 其實之後下面這些 我都覺得 這個是要Pro版 它才會給你用的 即是Gesture和Button 這些要upgrade去Pro才可以用 我現在不是Pro 所以不能調整 其實都差不多了 我想我沒有什麼可以說的了 對了 就是這樣 如果覺得影片有用的話 就like我的影片 或者subscribe我的頻道 接下來會拍更多影片給大家 好了 今天就這樣 拜拜